首先呢,我们还是敬礼长城主持,敬礼两和上司,三家正宏上司,十六世大宝康满宝, 敬礼长城上司,敬礼盘城上司。 那师母,各位上司,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那我觉得,这个,不要再讲这个中国中的堂,啊,你的小。 总之呢,让你爬罗基华的钥匙,最小的贱户人,那个挤不下来,挤不下所有的人。 这是我们中国中的堂。 这是我们中国中的堂。 我们的实用,实在,很实际上,能够应用。 我们,我们的广是没有偏差。 我们的虚传。 我先讲一个这个。 讲一个消化。 有一個消化 有一家百貨公司 有一個小姐 她就在百貨公司裡面 就抽菸了 現在的百貨公司裡面 都可以抽菸了 經理就出來了 告訴這位小姐 不可以抽菸 這位小姐 就講說 你這個百貨公司裡面 我是在你的百貨公司裡面 買了菸 為什麼我不可以在裡面抽菸 你不要 你既然叫我不要抽菸的話 那你就不要賣菸了 這位小姐也是 真正有質 他說 今天是在你這裡買的 我就要在這裡抽菸 這個經理就跟他講 我們這裡也有賣這個 保險套 你是不是買了 馬上就可以在這裡用 當然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生活中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們生活中是需要講理 講這個道理 講這個道理 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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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佛中的法 真佛密法 修行的時代 適合我們每一個人用 就算是在家裡自己在修 你就算是在家裡自己在修 或者你到堂裡去修 都是可以的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真佛密法 應該要補及一切 我們沒有限度 我們現在看看 這個其他的教堂 我們隨便講 他們有焉共法 他們也有焉共法 他們也沒有焉共法 他們有焉共法 現在焉共 最盛行的還是真佛中 他們 我們有水共法 他們也沒有水共法 我們有焉共 他們也沒有焉共 我們有本尊的修行法 有上師相應法 本尊相應法 有釋迦行法 那他們有什麼呢? 我們也有禪定 他們有的我們都有 我們也有念佛 我們也有禪定 我們珍佛祕法真的是最殊勝 珍佛祕法也是最周篇的 上智、佛、菩薩、金剛、佛法、空行、諸天 都有祕法 我們的寡真的是廣大無邊 你說禪嗎? 像禪中的禪嗎? 我們有開悟民心 有劍性成佛 我們珍佛中的禪子人 人人都是聖賢 而一般來講起來 佛法按照佛所說的 一切祭祖 都是祭祖 佛法這一切都是祭祖 像我們珍佛祕法 也是一切都是祭祖 我們不敢拿這個其他的教会來提 單單你要什麼法 我們珍佛中就有什麼法 但是我們不著於表象 不著於表面上的這些形象 是不著的 我能修法記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精神統一 這是最重要的 精神統一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一字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一就是余教 就是余教 一就是相 像我們修行本尊 本尊是一 你呢?是二 就變成兩樣 但是我們的修行就是 本尊跟你一定要合一 這是最重要的 你要跟本尊合一 本尊也要跟你合一 這個就是相應 這個就是相應 這一點很重要 精神統一是很重要的 好,我再跟大家講一個笑話 有一位先生在看報徒 在家裡看報徒 太太在外面買了幾套睡衣 就穿給先生看 這個太太呢 先穿紅色的睡衣出來 她先生一直在看她的報徒 沒有去看她 這個太太一看 先生沒有看她 她要回去換一套睡衣出來 這黑色的睡衣散出來 給她看她 她先生仍然在看報徒 沒有看她 太太一進去裡面 又火大 乾脆脫光 脫光了 她這個又走出來 她先生仍然在看報徒 也沒有看她 太太很生氣 她就講說 你到底有沒有看我 有沒有看我的衣服 漂亮不漂亮 我的羅馬的睡衣 漂亮不漂亮 你到底有沒有看我 這個先生這個時候才 低著頭說 有啊,我有看啊 那你看到什麼 你第一次 穿這個紅色的睡衣出來 第二次 你穿這個黑色的睡衣出來 第三次 你穿這種黑色的睡衣出來 你穿這種黑色的黑色的睡衣出來 哈哈哈哈 還有上面有 有那個兩個鈕 哦,我都掉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你那個第三次的睡衣啊 上面有兩個鈕 都已經快要掉下來了 哈哈哈哈 我這個笑話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這個先生本身是不專一的 哈哈哈哈 不專一的 他只是看他的報徒 他大概來 他就是這樣子 用儀光這樣看一下 哦,紅色的 黑色的 皮膚色的 還有他感覺到那個 那兩個鈕扣開掉下來了 哈哈哈哈 這個先生是不專一的 就是 奮神的 修行不能這樣 如果這樣子 不會成就 蜜叫 蜜叫 要成就 第一個 一定要精神專一 精神統一 精神統一 非常重要 你所有的遺軌看過來以後 每樣的遺軌都要做到 你的觀想 你的觀想 一定要細 觀想一定要細 觀想一定要細 念咒一定要輕 不是叫你輕聲的念咒 而是叫你很清楚的念每一個字 念出清楚的 念出每一個字 你 你念經啊 要把你的意念啊 放在經文上面 叫你念高昂觀世音真經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你就要把這個 觀世音菩薩 這一句 不是輕鬆的念 就是觀世音菩薩 但是你的心 要放在觀世音菩薩 這幾個字上 可以試試看 看病人菩薩 哪麽進光地密 哪麽檢光地密 哪麽檢光地密 發展本 施思寡荒 神族幽翁 和亦明天公 和 得到 這些佛號,若是你唸了 你要把心稍微輕輕地附在這些佛號的上面 面經是這樣唸 不是你唸一句,你就把它忘一句 唸一句,就把它忘一句 而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心 拿摩剪功一五課 八九五課 七子靠現九九五課 六課一無天五課 八五課 天空中十五指六一課 何憲課信同課 六四六一課 都要把心附在這個佛號上面 唸一個佛號,把心附在這個佛號上面 面經是要這樣子唸 觀想也是一樣 師尊在觀想 為什麼師尊在,在招琴一坦子 然後,我的意念就觀想他一尊 它的重點在哪裡? 像阿彌陀佛 重點在這個弱疾,頂上有弱疾 旁邊有這個華旗 他的耳朵 他的眉,他的眼睛,他的鼻子 他的嘴,他的整個臉出來 帶他的眼睛出來 帶他的手,一個眼睛 一隻手,他拿著蓮花 兩隻腳,甚至他的指頭 站在蓮花座上 你都觀想得非常的清楚 你的意念就在阿彌陀佛身上 你一招琴,他就下降了 你觀想越清晰 越細 就越容易下降 越容易跟你合理 你觀想越清晰 他戴著夢關 他一隻手拿獨裔 這個左手拿獨裔 或者是仙桃 右手拿著浮沉 兩隻腳是怎麼樣 他穿著天衣 他穿著天衣 然後他坐在這個龍椅上 觀想要非常的清晰 而且非常的清楚 一撒那之間,他就顯現出來 越細越好 面咒要越明越好 那身子要越莊嚴越好 這個必須要長久的練習 觀想必須要長久的練習 你能夠觀想得越靈 越穩定 越細 越敏 這就是一種法的信念 一種法的信念 然後我們比較最肯重的供養 像水供阿 火供阿 煙供阿 發供阿 三十七供阿 這些供養 都是要非常 要非常清楚 而且供養都是非常真誠 供養也是要精神統一的 你做一個火柵 拿起什麼東西 你就觀想到 這個周篇 周篇整個西部 拿起什麼東西 周篇整個西部 可是意念馬上觀想得非常清楚 奉養這很重要 還有要注意 所有每一尊的試驗 每一尊的試驗 這一尊的試驗是什麼 你要記住這一尊的試驗 你要達到這一尊的試驗 你要達到這一尊的試驗 自己沒有辦法精神集中的時候 你不如站起來精行或者念咒 當你精神不能統一的時候 你就站起來 你念咒在佛堂面前念咒也可以 等到你精神能夠統一的時候 你再好好修一團法 最重要的入善滅地是什麼 最重要的正義是入善滅地 就是這個時候呢 就要本尊進入你裡面 你要進入本尊的心裡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重要的 這個時候才叫依樣 所謂依樣 就是一位於家 一位於家 當本尊是你 你是本尊的時候 才叫做依位 這個時候 你的這個法 才是有效 才是上 你這一談法 才是算是有功利 才叫做有功利 所以我們中國中的 這個 中國密法的修行 你要進入 這個本尊要進入的裡面 你要進入本尊裡面 你要進入本尊裡面 唯一的思想 唯一的觀想 就是本尊 沒有別的了 這個時候才叫做無視無性 你如果有參雜其他的念頭 在你裡面 你不容易跟它合一 你如果這個時候 沒有其他的念頭 我的念頭 我只在觀世音菩薩 我觀想西方三聖 中間阿彌陀佛 我已經觀想過了 這個右手邊 觀世音菩薩 他一手腦的靜體 一手腦的揚流子 他的相貌非常的莊綿 他的相貌非常的莊綿 站在臉花上 那麼我的左手邊 是大四字菩薩 他的妝犯跟觀世音菩薩一樣 但是他手上腦子花 他手上持著蓮花 這一下子西方三聖就陷在你面前 那師尊在超度 師尊在超度 師尊把超度的這個紙 印在腦海中 裡面的字非常的清晰 直接由師尊的心 這個原心 放出去 放一刀放出去 這個超度的這一張紙 就交在阿彌陀佛的手上 就放在阿彌陀佛的臉花上 很清楚地放在他手上的臉花上 然後連西方三聖升空而起 就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進來 這首秘法是非常殊勝的 你看師尊有時候 在超度一個人拿起來 看完了名字什麼 看完了以後 暗在天心 就變成這一張紙就揮出來了 然後西方三聖在前面顯現出來 這一張紙就放在阿彌陀佛的臉花上 阿彌陀佛就一直上升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不是很簡單的超度吧 但是我用的 完全是我精神統一的這一種力量 我不會這樣子的 看到這邊有一包紅包 這個紅包太多了 紅包太多了 看起來差不多只有一百塊而已 好 超度 好 就這樣結束了 我一看過這一碟滿大的 差不多有一萬吧 放久一點 好 放久一點 好 放久一點 就觀想西方三聖 我只背出去放在他的蓮花上去 蓮花這個 西方三聖上的 好 放下 這一萬塊錢的代價 這一萬塊錢的代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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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了 師尊超度都是競爭統一的 今天我在這個 台中 阿邱佛姓 阿邱 阿邱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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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幾個人吃飯 在年級上 是拿幾個 要超度的人 我做完這些觀想以後 臉心張開 欸 怎麼搞的 菜都擺滿 我一心呢 在做超渡 沒有不知道 有人端菜來 有人端攤來 有人放筷子 有人做什麼 那些通通沒了 眼睛張開的時候 先擺盤 我是專心一致的做 每一樣畫完糊 還要哈齊 還要哈齊 還要加齊 不能夠隨便的 不能隨便的 這一切都是在精神統一之下完成的 所以今天告訴大家一個修行的很重要的果樹 你如果是精神唯你 覺得很累 精神不能擊中 那佛菩薩他教你 你一定要起來驚醒 或者持咒 站起來走 當你精神能夠集中的時候 你在好好地修一談話 好好地修一談話 好好地做觀想 好好地解鎖力 好好地持咒 好好地入山魅力 這樣子我保證啊 你們精神統一地修這一攤法 一定有功利 本身會來加持 你的福報也會增長 你的功德也會增長 你的功德也會增長 所以那個 很多修法的衣鬼的教務 不要匆匆忙忙的修法 你要沐浴 你要靜身 你要供養 然後你要燒安香 你要安靜的坐下來 穿寬鬆的衣服 那麼在佛菩薩面前頂你 視規視無量心 大禮拜 現供養 安靜的坐下來 把一切的俗事全部放開 全部放開 唯一的就是你自己的心跟佛菩薩 互相連結起來 這樣子不抱也會打 這樣子功德會增長 這樣子本尊會下降給你灌點 你在修一坦法 就是灌一個頂 等一下你們受灌頂的時候啊 祖賢堂要求是畫符灌頂跟九日真言灌頂 如果你畫符灌頂已經灌過了 就不要再來求 因為畫符灌頂的時間很長 一畫符灌頂可能要到差不多八點 畫符灌頂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畫在手上 就要到八點 九日真言灌頂 九日真言灌頂就是 禮兵鬥者皆正列賽前 這個是很大的灌頂 要請不動明王的 要請不動明王來的 我們下個禮拜也不動明王來 對 下禮拜六 下禮拜六有台灣的賬事 其實九日真言灌頂跟不動明王是與不關的 九日真言如果跟不動明王一起灌 下個禮拜就可以灌 OK 你在這裡要從不動明王九日真言灌頂 你有沒有小孫的不動明王 這是大威德的病嗎 大威德跟不動明王不同的 不動明王是道次突然的變化 這個大威德金剛是阿彌陀佛的變化身 兩尊是不同的 因為我早期看你那個是說 一定是你專精大威德金剛 然後祖尊裡面更好你的這個 根本不法就是大威德 我本來是以前本尊是用不動明王 到最後大威德來 變成不動明王本尊 才變成大威德金剛 大威德金剛 大威德金剛 我告訴你喔 不動明王一定要共九 共生肉 有嗎 有 那個 生肉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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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 他肚子 不動明王 沒有生肉不行 有不動明王的坦承 那請師尊做主 我告訴你 一定有不動明王尊者在這裡 一定有 有不動童子有嗎 不動童子沒有也不行 不動童子沒有也不行 不動明王 一定有不動明王 不動明王的八大五 作為他的本身的周圍 有九 沒有生肉 儀鬼也不成 這個儀鬼都是不成的 有姚胡金吳嗎 有姚胡金吳 有姚胡金吳 就可以做法國冠頂 所以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當你要做哪一個冠頂的時候 我以前不是在哪裡講過那個冠頂的制定 是王同學 還有 是王同學 這位我就講了冠頂的那個儀鬼 整個冠頂的儀鬼 冠頂是怎麼樣子 冠頂 是智慧本尊在西方 你必須要做曼陀羅 要做曼陀羅 曼陀羅就是坦承 那一尊的坦承 我講說在西藏 在西藏 或者是在尼佛爾 在這個南印度 他們那些人要做曼陀羅 我在尚命宴看到的那一 我在講尚命宴那一處是在哪裡講 不是男生 不是我生 智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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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我就講了 在他們上人本身 法音的上司講 法音 對啦 在法音 在法音 在法音的上司 你們 你看 你們精神都不同 這個 我在哪裡講 你們都都給我忘掉了 不要講你們 我自己 我老人家機衣不好是可以原諒的 對不對 那你們都是很年輕的 就是跟在旁邊 一天到晚跟著這些 這些在跟著這些光頭 我都是很認識的 對不對 這些光頭我都認得了啊 怎麼這些光頭 他既然法音一下子在智王啊 一下子在什麼 哪裡啊 法音 最重要的法音的上司講 西宮中的本尊降臨在譚成 由譚成降臨在師尊 那師尊再用 再把他請到灌頂器上面 那灌頂器再給大家灌頂 要經過這些程序啊 那麼這些程序要怎麼樣子呢 要做 他們要做沙曼佛羅 一個禮拜 做出好沙曼佛羅 一個禮拜的誦經 誦那一尊的好像曜師佛羅 就講說佛羅講曜師佛羅 他們就送曜師經 念七天七夜 輪班的念 一個人念七個小時 一下子整個上面 積滿的人在念經 念七天耶 就是祈求曜師佛 降臨在沙曼佛羅 然後上司修法 修七天 再由曼佛羅 進入上司的身 進入灌頂 灌頂的法器的身 法器上面 再由法器再給所有弟子灌頂 那要經過一個禮拜耶 所以不是這樣子隨隨便便灌頂 師尊雖然是跟諸尊都有相應的 一沙那之間觀想我就知道 我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不動明晚 他的右手拿著寶劍 他的左手拿著這個金剛戒 胎場戒 這個兩部的瓦印 他站在一個磐石上面 他能上牙搖下 下牙搖上周身處 我都可以馬上觀想出來 他旁邊的八道弘子 我全部都可以觀想出來 我能夠很快遭遣他下架 這是師尊耶 你想說不動明晚 你們謝霓馬上可以觀想出來嗎 他的相貓 他的上牙下牙 他的劍 他的這個鳥褲法印 他的金剛鎖 綁著金剛戒開場戒 站立在磐石上面 他周圍的這個金剛 這個 我的觀想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晰 我當然可以召醒得到 但是在這裡 我要召醒他 還是要按照儀鬼來 或者 我一出去 這邊的上司呢 就會模仿我 就會模仿我 好 不動明晚下降 這是麻煩耶 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給人家灌點 不能說不戴法官 因為師尊馬上就可以 師尊本身招請他下將到我的身上 我就可以給你灌點 我不用戴法官 我可以觀想法官 那現在不行 現在要戴法官 就是未來給旁邊的所有上司看 因為所謂密教 真的跟大家講密教 所謂的密教是非常必密的 你當 事法的阿世勒 做法的阿世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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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的阿世勒 無上的阿世勒 是不一樣的 做法的阿世勒 做法的 做父的上司 要所有的坦誠 統統齊備 你知道你以為一瓶酒就可以 把不動明晚召醒下來嗎 告訴你至少要一百瓶的酒 在釋法裡面是這樣子規定的 這是一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釋法 它一切要按照儀儒 一點都舒服不得 當然做法 釋法 到了儀儒 就可以完全以儀代表一切 儀儒就是儀嘛 你修煉到了能夠儀儒的時候 能夠跟完全相應 這時候就叫做儀儒 在儀儒的時候 完全可以很迅速的 召請到你的本尊的時候 這是第三個階層的金剛上司 所以叫四部 行部 儀家部 儀儒 儀三部 四部最完 行部斥肢 到儀加部就變成合一 到了儀三部 隨時可以 隨時隨地都可以 沒有貢品 拿一個紗起來 紗粒起來 就把它化為香 就是供養 沒有水 小一個便 放在一上面 把它化為乾物 就可以供養了 那個已經是無上部的 無上部的法 才有這樣子厲害 所以現在我一講啊 我們所有正如中的上司 全部都變成無上部的上司 所以不願意做 做部的上司 這個事部 行部 宜家部 無上部 這些上司 重點在這裡 當你成就很大的時候啊 它的遺軌就越簡單 當你剛剛開始在修行的時候 遺軌一定要走前 所以不能隨便拿到每個分堂去 隨便請一個十論金剛法 連彈承都沒有 連共品都沒有 你知道我在做十論金剛的這個灌點的時候啊 是足彈的 在新加坡 在馬來西亞 在那個林口 全部坐在這個彈承的中央 就是代表十論金剛 給你做冠軍 你不能夠在一個小小的 不能講小小的問題 不能講小小的問題 不能講 我們是大大的問題 不能講小小的問題 不能講小小的問題 不能講小的問題 你沒有準備嘛 你沒有準備 依偎就是不周全啦 不行的啦 至少你把不動明王請來 旁邊的兩位不動同志也要請來 他都是有名字的 可以問見到位的問題嗎 是因為說 整個佛教來說 大佛業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你的意義嗎 而我想說七聖才圓滿 師兄 現在師兄在講開罐點的事情 不要再談兩個 暫時不要 你要講第一意啊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地址從那個參禪武中的工作 是否有像祕教一樣 有四個階段這樣子 還是說就像就是哪個六祖禪劍一樣 比如說這樣子有沒有像祕教一樣 刺激這樣子 因為一般地址從空這樣切入 才會有這樣子慢慢去參禪 參禪有沒有參禪的事情 這個像六祖方面 它是屬於燉禪 頓禪的話就是很直接的跟你講 很直接讓你明心 但是還沒有見到佛性 直接讓你明心 你能夠真正的明心的話 你就知道很多的遺鬼 密教是講遺鬼 密教是講遺鬼 你剛剛講的那是屬於禪 地義是屬於禪 但是當然也不能講屬於禪 佛法裡面有很多種 對不對 你跟我講的是天外天的事情 我現在講的是禪誠的事情 跟天外天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你講的不只是天外天喔 你現在所講的是不屬於天外天的天 對不對 因為你所講的是不屬於天外天的天 現在他們聽得都猛猛猛猛猛 都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是你的物境呢 你的物境是不是到了那個程度呢 寫給我看 現在馬上寫來 寫兩個字 四個字就好 你的物境寫給我看 寫四個字 大家撐了一個字 四個字 寫給我看 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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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寫快 快 寫寫 快 你的物境 寫快 寫快 要是 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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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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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寫快 四個字給我 這裡如果有一百個人 你就花了一個小時多的時間 試用四個字 四個字就好了 是說你已經花了一分鐘 一百個人花一個小時 讓他幾點餘就好了 朝過啦,朝過 你們蓋起來 吃幾夜啊 你說什麼 這幾個字我都看不懂 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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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 那個聯理上身體給我看這幾個字有沒有開悟 告訴你 很簡單 沒有開悟 很坦白啦 再去參吧 擦得很眼耶 而且不是沒有開悟耶 是在輪迴之中耶 好啊 換點 給大家換點啊 那天啊 天啊 二十三個字 好啊 要看這幾個字 這幾個字我先說 已經換了 我先看這幾個字 我先看這幾個字 她就這麼看這幾個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